有一個機會她說 一周人走了 她心裡最愛的那個人 她離開了 然後離別後思念更加珍貴 我知道 群群現在已經真的 很久沒有交男朋友了 為什麼 我是因為很忙 我不知道你是可憐 沒人追 還是真的有被下骨 我決定帶他去最近 這個附近很夯的一個月老廟 跟那個月老報告說 你是誰 幾歲 住哪裡 然後很想跟月老求個錢 不知道月老給不給 所以你先丟 對 對 先死 或是說你就是要給我一個聖杯這樣子 沒有 再來一次 沒有 好弦喔 很弦耶 好弦喔 怎麼辦 怎麼辦 你在鼓掌什麼 不是 其實我剛剛換了很多種問法 不行啦 你要一個簡單明瞭的方式 對 是簡單的 問一個老人家 你要讓他聽得懂嗎 有了 一陣一反是不是 對 可了嗎 咬一咬 好痛 然後去問他是不是這隻 好 不是 我覺得你這一題可能也是不好解 直接放嗎 你是不好解 直接放嗎 有了啦 有了 有了 是這隻 是這隻 這什麼意思 他寫的也沒有很 他寫的也沒有很白話 有一句話他說 一周能走 就是除卻烏山不赤魚 他心裡最愛的那個人 他離開了 然後表示 請你們要離別 難捨難分 即使要離開也要珍惜當下的美好 讓感情呢 保持純淨跟美好 不被世俗的雜念所污染 離別後思念更加珍貴 我知道了 Let it go 就是你現在 不要去管這些事情 對 然後你就好好的把它收好 然後把它就是 好好的就是放在你心中 然後現在呢 就是可以去好好的找一個 下一個家 這樣 神明真的很準這樣子 很多很多事情就是 早就安排好的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緣分 不管這個緣分 離開了 然後留下了什麼 但我覺得 就是好好的去享受這一切